搜狐子网站上都是这个新闻 他们也太过分了 居然把你们党人的视频 和杨林的歌评成MV了 大人天 来了来了 盈小姐 能给我说杨林 下几天菜 把我发的都给你 你真有天晚上有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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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到李董公司来一趟 现在开出了新的条件 你现在可哄了 快点 请问你和杨林什么关系 要抽完其实有一期 要一会儿 你现在跟杨林的房子吗 无所风光 你再不放下 我们往往就好了 你在这 你别在了 听你不放下 我们往往就好了 你再不放下 我放这儿 没事 没事 你 你 网上那照片和视频 是怎么回的事啊 啊 袁小凡和郭伟达 又是怎么回的事啊 啊 吴总 我觉得 媒体上肯定是乱说的 但不是什么的 你 我放不起浪啊 这对咱们公司的声誉 影响是多么恶劣啊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事我会处理 您放心 处理 怎么处理啊 马上开除 马上把他俩开除 吴总电话 我的忙 必须保住郭伟达 若南 照片和视频 我都已经看过了 也去了派出所了解过情况 吴总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整件事已经惊动了董事会 所以我个人认为 平息的可能性不太大 这件事情我了解得特别清楚 不像媒体说的那样 若南你先别着急 现在事已至此 谁也改变不了了 你别再把身体积坏了 有什么事 我们再想办法 昨天的事情是个意外啊 虽然我挨了一电炮 但是没关系 我不介意啊 恰恰就是这一电炮 给了我新的启发和新的灵感 你现在的人气 是一路飙升啊 合同我们做了很多修改 公司是不想放我这个机会的 你好好看一看 可是这跟我音乐 没什么关系吧 哎呀 你这话说得太外行了 怎么回事呢 杨丽 你知道吗 音乐要想红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就是你的歌 完美无暇 无可挑剔 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歌没火 人先红了 用新闻事件扩大知名度 很明显 你不属于第一种 因为你的音乐 还没好到那种程度 现在你一伙 别管它是为什么火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你了 对你唱歌有好处 你看啊 现在媒体关注的是什么 你的婚姻 你和春花秋时老总 还有和这些人的关系 对不对 这是宣传的点呀 这是炒作的点呀 咱就拿你离婚这个说事 我保证 这个事只要一传出去 哇 那你那人气喘就起来呀 那媒体自乱一大阵子呢 咱们这个时候呢 该出专辑出专辑 该露根露根 两不耽误 等这个事稍微缓和了 咱们把这个专辑 往市场这么一推 哎呀 那是火商家伙呀 那就等于往火里添了一把柴 不对 一把汽油 火啦 那是越来越火呀 消防员来都救不了这个火 怎么样 姚凌 好吧 姚凌 姚凌 你是不是担心你老公过味道呀 我了解 我能明白 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 你坚持了这么久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吗 现在你的机会和运气都来了 就看你怎么把握 你只有把握好你的运气和机会 你才能够把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前辈呀 前辈呀 郭伟大 我知道你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的 但这次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董事会直接给吴总施压 这是吴总的美丽 希望你可以理解 理解 去猜我试吧 去猜我试吧 小船子 咋回事儿啊 你们继续分道吧 我得到成仙了 汤操头 tsous 盯teenth 大哥 남lere 袁晓帆 找我什么事 小安子 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你别开除胖子了 你哪怕让他去当那个仓库管理员呢 你等过了这风头不就没事了吗 袁晓帆 事情不都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 对不起 这次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 你怎么帮不上 那开除不开除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吗 我一句话的事啊 那是让吴总一句话的事 行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吴总在电话里要求我开除的是你们两个 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能商量事吗 要不是因为留 袁晓帆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去好好上班 别在这儿掺和了行吗 别再给若南添麻烦了 事先处理完了 您放心 我这事吧 确实跟袁晓帆没有太大关系了 他是去劝架的 郭伟达那边此类手续已经办完了 您放心 给您添麻烦了 吴总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行了 你别在这儿可怜兮兮看上我行不行 要么出去来会儿的 妈呀以后不是不见面了 我跟你说 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比我显恶 我没孩子 没压力 很快呢 媳妇也要没了 我一个人我怕什么呀 可是你不一样啊 你这马上就当爹人了 你可得好好干啊 南哥有时候说得对 你该听得听人家 你别老干点不着教的事 对 还有这回 你张了这儿童电器区这事 多好的机会啊 你还得保住了 别回头给南哥找事 回头再抽你 怎么说呢 咱们哥俩也在一起工作了五六年了 是吧 临走之前 哥们儿在送你一起真言 什么是工作 工作就是 一半马屁 一半能力 曹查理那儿 以后你该低头得低头 刘旭总比马人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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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求你两件事 先你说吧 只要我能做到 第一件 今天咱俩说了所有的话 不能让若南枝的 好 我答应你 第二件呢 我要辞职 不是袁晓凡你吃错什么药了 你答应过我的 你能做到 刘晓凡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你辞职 第一 若南马上就要休产假了 你如果辞职的话 你们的收入从哪儿来 我已经上报给总公司 只要等儿童电器区的事批下来 你就很有可能生死 刘晓凡 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我真的能不能 你在脑子里天天在想什么东西 刘若南怎么能看上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如果辞职的话 对你有半点好处吗 查理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 这事是这样 我就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从生起来 就有很多的烦恼和不如意 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 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 我不想再加上一颗做人了 因为郭伟大 还是刘若南 因为我自己 小凡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可能会说 人们不会在意你的自尊 只会在意你的成就 在你没有成就之前 不要过分地强调自尊 各位查理 我就省这点自尊 我要是还这么混下去的话 我连自尊都没了 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至少到我媳妇把孩子生下来之前 行吧 行了 别送了 大海哥 你好好的 你仓回来 开开 回来玩 行了 别哭脏的脸 这跟送葬似的 什么玩意儿啊 你们几个老 老同志好好干啊 哥们先走一步 大海哥 加油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爷爷卖豆腐 胖子 你这么大的老爷爷还掉筋豆 你几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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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搞十八里长庭长龙啊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别喝了 下午你还得上班呢 上什么班啊 哥们也辞职了 你可真仗义 辞职这事还带组团呢 你干吗呀你啊 你是你 我是我 你辞他干吗呀 你怎么能回头那男哥呢 我还能活吗我 想太多了吧 我辞我的职是因为你啊 你是花啊 我怎么那么爱你呢 那你为什么呀 说实话辞职这事我也不是想一天两天了 今天才懂得迈出这一步 当我看见我媳妇跟吴总求情 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 我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 我挺大的老爷们 让媳妇替我去求情 所以发生太多事来了 乱七八糟了 我老丈爷 脾气那么好的一个人 昨天都给我发婚了 我突然发现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我媳妇和父母的保护伞下 他们给我太多的快乐和照顾了 我不能再这么没脸没皮地混下去了 还有 昨天 你跟人打架 赵哥以前 让我陪你一块儿死都没问题 但是昨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老丈爷 老婆孩子真的 我想我万一有个三成两短 他们怎么办 我真怕了 真怕了 责任啊 责任 我必须要凭自己的本事 努力赚钱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顶天立地 除了生孩子靠女人 其他事一律不靠女人 要做个纯爷们 吃自己的饭 留自己的汗 靠天靠地靠父母 不算好汉 干 干 我